Hello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视频主题是牛仔裤 今年也过去了一大半 那在这大半年里面我也买了很多很多的牛仔裤 我自己觉得牛仔裤在日常的穿搭里面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单品 同时它也是最百搭最实用的一个单品 当我不知道这件衣服该怎么去穿它的时候 我就会拿出我的牛仔裤 基本上十有八九是不会出错的 虽然说看上去比较平庸,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也能够让我穿上去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自在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今年买到的一些牛仔裤 那我会把它分为一个评价篇 大部分是我从淘宝的一些C店里面购买到的 价格方面大概也是几十块到一百多块,两百块左右的一个样子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喜欢的一些品牌上面购买的 可能稍微价格上面会贵一点点 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放在了贵价片里面 首先要说的第一条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也是买了有三五年的一家淘宝C店叫做阿珠 虽然上一期我有吐槽过他们家的一件上衣 但是大部分我在他们家买的衣服呢都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他们家的价格确实不是特别的贵 像他们家夏天的衣服呢大多数也是在一百来块左右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性价比来说呢还是挺不错的 质量啊还有款式啊也都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在他们家呢也是买了挺多年的衣服 像这条裤子呢就是前段时间他们出的一个夏季的单品 这条裤子呢我觉得在夏天的牛仔裤里面算是比较薄的了 因为它就是摸上去真的好软 而且它不会是那种四肌都可以穿的牛仔裤 因为在冬天来说我觉得它的厚度稍微薄了一点点 最多只能穿到秋天 但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前面有两个小口袋 你这样看上去呢会觉得它像是我穿反了裤子一样 这个口袋没有错它就是在前面的 先把拉链拉起来 这样看着有一点点奇怪 就是它的这两个我们一般在屁股上面的这两个口袋 它是放在前面的 这样看起来呢就还蛮特别的 然后它后面的这个设计呢 感觉就像是真的在前面一样 就是它两边刚好是这么反着来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了 然后呢它的长度对于我来说呢其实也还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高腰的设计嘛 所以它的长度虽然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长 但是我卷一个边的话呢其实也还OK 或者是穿一个高跟鞋的话 我觉得这个长度是可以显得我的腿比较长的 就是特别是在照片里面看起来的话呢 不会觉得我是一个157的人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一个这种有一点点复古的中蓝色 不是特别深也不是特别的浅 这个蓝色呢会比一般的蓝色稍微的有复古感 旧一点点做旧一点点 但是呢我觉得在夏天里面它配这种白色的衣服 看起来是比较清爽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条裤子在夏天来说 是一个我非常推荐的一条牛仔裤 接下来第二条呢 是我在一个网红家买的 叫做大花园 那这是我已经这么多年没有买过网红家的衣服了 我不是说网红家的衣服不好 是因为我觉得之前我大部分买的那些衣服 可能他们的时尚性都比较短 有时候真的你穿过一两次之后 就觉得不太想要穿了 但是这条裤子呢真的是打破了我对这种网红店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这条裤子呢是裤型非常非常好看的 它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而且很休闲 就是有一种那种随性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呢它这个裤型能够把你的肉长得非常的好 不会显得你大腿这里是绷住的 屁股啊腰部啊这些我们亚洲人可能比较有通病 比较下垂的地方呢 它也能够把它修饰的比较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条裤子呢是你在秋冬穿起来也是OK的 它的厚度相对于前面那条来说呢会比较稍微的厚一点点 但是在夏天穿起来我觉得也没有很热 可能是我个人已经习惯了在夏天穿长裤 所以我觉得普通的这种牛仔裤的话我是一般四季穿都没有问题 而且对于我来说我的四季可能只有冬和夏没有春秋的 然后冬天也是回国只是短暂的过一下下 所以大部分时间在夏天的时候我穿这条也不会觉得太热 最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型真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的质量来说我洗了这么多次 这条裤子好像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买的了 我就把它偷偷的算在今年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这条裤子是我真的就是想不起来要穿什么裤子的时候 我一定会拿出它来 因为这个型是我在这一两年里面买到的最喜欢的一条裤型 就是很难以言说 因为你可能觉得牛仔裤大大小小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区别 但是这条裤子就是你穿上之后真的就会哇 怎么这么好看的那种 它的颜色相对于上面那条来说也是比较深一点点 是有一点点深蓝色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也是更适合各种季节来穿 然后它也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深色的单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下面的这一条是一条拖地的超长有一点点收腿的裤子 这条裤子会比较考验腿型多一点点 因为它是这种能够贴身的 然后包裹性比较强的一条裤子 它不会像前面两条那样子是比较松一些的 比较有扩形一些的 就是不会贴着你的肉 那这一条呢 它在大腿部分是能够紧紧地包住你的肉的 我的大腿其实算是比较肉一些的大腿了 相对于我个人的身材来说 我的大腿是我全身上下最粗的一个地方 一般情况下我不太喜欢穿这种就是把大腿包裹得紧紧的裤子 因为我觉得会暴露出我的缺点 但是这一条呢我反倒觉得其实还挺好看的 它唯一的缺陷呢就是它的这个裤子的裤长真的是太长了 我即使穿了高跟鞋它都还是会拖地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它的美感 它就是这种有一点拖拖散散的感觉 才会更显得比较慵懒 因为他们家本身的衣服风格呢 就是走那种法式复古风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符合他们家的调性了 这条裤子呢也是比较柔软的 然后弹性呢也很大 就是你的腿如果是比较像我这样子比较松 比较肉一点的话 它的这个弹性呢是可以把你的大腿包裹住的 同时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优点是可以 它把我的屁股包得挺好看 因为我自己的屁股其实不是特别的翘的那种 然后我自己是很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翘臀 但是我太懒了 然后也很难练 这个裤子呢就能够帮助我在这一点上面 很好的就是提升我臀部的一个线条 所以这条裤子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其实他们家衣服我都挺喜欢的 这条裤子呢其实相对来说没有前面那两条那么的百搭 它会稍微的颜色深一些些是最深的一条了 但是我觉得跟那种也是浅咖色啊或者是白色啊搭配起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那种很复古 然后很有气质的感觉 这条裤子呢也是我觉得比较显身材 但是同时呢也比较挑身材穿的 如果你真的就是特别的饱满 就是身材比较远一些的话 可能穿这条裤子会稍微有一些显得壮了一点点 那它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稍微纤细一点的宝宝穿 最后一条也是我之前在穿搭的图文里面有说过的 这条裤子呢也是我觉得它能够很好的遮掉我的缺陷的一条裤子 首先它是这种直筒型的 跟前面那种稍微锥型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也是不同于之前那个小喇叭微喇叭型的 它是从上到下就是直直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穿上呢会显得你的腿真的特别的直 然后当时我是配了一个背心 紫色的小背心来搭配它 就会觉得你整个人就是那种身材很好 很健康的感觉 是一种那种健美的风格在里面 然后这一条裤子呢 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 当然我觉得最好看的也是跟那种比较紧身啊 比较凸显身材的背心啊来穿搭的 有一种上紧下松的感觉 因为它也不是会把你的肉给紧紧的贴住的 它会跟你的腿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有一些空气感在里面 然后穿起来呢也是会觉得你的身材很好 而且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高腰的设计 所以会显得你的腿很长 然后它的颜色相对来说呢也没有那么的深 所以它穿起来呢在夏天也是还蛮清爽的 这条裤子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条 就是它是我长胖了以后穿起来最显瘦的一条裤子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四条平价的牛仔裤 那它们的单价呢大多数都是在一百多块 好像只有这一条是两百多这个样子 其他都是一百多 那么我觉得它们的性价比呢真的都是挺高的 因为牛仔裤呢它的重复穿搭性还挺强的 利用率也挺高 所以我觉得买到心仪的牛仔裤真的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那在下一期我会跟大家说 我今年买到的四条比较喜欢的稍微贵一些的品牌牛仔裤 如果感兴趣的话希望大家来蹲一下我哟 如果你也喜欢这支视频记得给我三连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请点击上面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